我們這次繼續講到輔導入門 這次的主題就是初層次和高層次的同理心 同理心是什麼呢? 我們能夠感受到別人的需要 他的感覺、他的不開心、他的煩惱、重擔 感受到,而能夠回應他 這就是同理心 我們見到一個人有困難的時候 我們會感受他所經歷的 就不像是別人的問題 有些人是完全沒有同理心的 別人受什麼苦,他都沒有感覺 其實這個要學習的 譬如有時候,小朋友 父母很忙很忙很辛苦 他只顧著,沒有東西玩了 他完全沒有體會到他媽媽很趕 要煮很多,要煮飯,要清潔 他玩完了,那些東西都亂了 他完全不認識 但有些小朋友小時候都會認識 有些人從小時候開始 就知道,媽媽這麼辛苦 有什麼可以幫助你 有些小朋友會自覺性 有時候要學習的 其實應該說大部分都要學 我們成人都是的 其實為什麼婚姻這麼多問題呢? 就是因為雙方不能夠感受對方的感受 不能夠體會到對方很辛苦 很不開心,他有煩惱 其實他有些事情想跟我說 因為很多時候人來跟我說 我們就很想說我們要說的事情 譬如說,我有一個困難 但我就說,我就覺得我有這個困難 我們總是想告訴對方 我們有的困難 於是就不能夠回應到對方 那時候關係就會有問題 因為對方覺得你們都不聽他說 好了,這個經文 我們曾經看過的 《雅各書》一章十九節 我們轉一圈 但你們 因為各人要快一點聽 慢慢的說,慢慢的動路 那這裡呢 回到頭 就是 講到很重要的就是聽 而聽不只是聽他說什麼 聽一下他的情緒 他的感覺 他的困難 他的身體語言 每個人的身體語言都有不同的 你跟他說話的時候 有些人很緊張 有些人很輕鬆 有些人很開心 有些人哄你開心 有些人在煩惱裡面 那我們需要聽 不單止聽他口說的話 聽他背後 還有他對於自己的看法 我們都留意去聽 慢慢的說 不要這麼快說著 因為說別人未必喜歡聽的 但我們聽他說的時候 回應他 他會更加接受的 全福音都是這樣的 回應人的需要先 然後呢 在他的需要帶出耶穌更加有效的 而慢慢的動路就是 更加發怒就不要發怒了 好了 要聆聽真的很需要憐憫 我喜愛憐述 不起愛祭祀 沒有憐憫 是沒有心機聽人說話的 因為聽人說話 有時候是很悶的 真的因為人的問題很多 還有有些人總是不處理 經常都不處理 於是他經常都在問題之中 那我們就沒有心機去回應他了 沒有心機去聽他了 但當我們想 這個人是很寶貴 因為在他的問題 好像你想像 他現在全部被困住了很多 好像被一些經濟 被一些鐵絲網 都被困住了 整個人都被困住了 所以他經常講來講 都是這些問題 在問題上去轉 我們就覺得他很煩 覺得他很煩 就幫不到他 但當我們聆聽他 接納他 他就覺得你關心我 周圍的人都不關心 大家會發現有多少人 在你周圍真正關心你的 就是會留意你的事 留意你的需要 留意你的感覺 多不多 不多 事實上有時候 一個都找不到 是難找的 你有一個人 真的對你好 這個是禮物 我們需要真是珍惜 對他好 就是有個人 肯去關心我們 是一個禮物 是一個恩典 就是因為他有憐憫的心 但是世人是沒有憐憫的 其實很多人在網上 都問我問題 WhatsApp 有些詢問 都是說 哎呀那個人很壞 這個是什麼很壞 對我不好 我對他好 他又對我不好 之類的說話 其實世人都是這樣的 世人都是很多問題 所以我們在世界 很難找到連率的 但是我們基督徒 我們學習連率來得勝 因為這樣是神歡喜的 神就憐憫我們 我們憐憫人 神就憐憫我們 神就祝福我們 所以我們就不會覺得損失 我們憐憫人是不損失的 就算這個人卡住了 思想全部都亂了 生活都亂了 人際關係都亂了 但是我們幫他慢慢引導 他清理到一些 這個是禮物來的 那麼我們會一連串去說 以及練習 我們每次都有練習 今次也有練習的 好了 那麼連吻不同的人 有些不受歡迎的 這個部分我們是上次有重複說到的 因為我再提醒大家去聆聽人 但是我們今次說到的 不同層次的同理心是不同的 那就是有些人不受歡迎的 沒有人喜歡他的 有些很難相處的 沒有人喜歡跟他相處 情緒化的 甚麼都失敗的 做甚麼都失敗 抗拒幫助 不肯幫助的 但是我們都尋求神 給我們方法去幫助他 要求多多 經常都是要求人對他做甚麼 或者是怪異思想的 我們都會憐憫這些人 神都是喜悅的 你都留意他的感受 這個圖有很多圖 你在網上找到情緒的 不過通常英文搜尋比較容易 即是一些情緒的圖 他會顯出很多種情緒的圖 我們就可以看到不同的情緒的圖 亦都可以有很多情緒的字眼 我們可以在裡面去學習 更加豐富的字眼 感受人的感受 就是感受有些人的不開心 他的煩惱 一會兒我們分組練習 你就真的學習 怎樣去感受到別人的感受 好了 現在這裡就講到不同層次的同理心 同理心就是這樣 有個人揭示他的內容 有個人聆聽 而能夠明白 和也不是真的明白的 也能夠感受到他的 體會到他的 這樣這個就是同理心 就是說他講到的東西 我是不是真的會感受呢 感受到的時候 我們就會明白 有時就算 我們面對一個人是很難搞的 很難搞很多問題的 但是當他說出他的問題的時候 我也感受到他 雖然我不認同他處事的方法 但是他講出他的問題 我就感受他的辛苦 我就回應他 他就覺得我們聽他說話 我們可以反思一下 在我們周圍的人 他們覺不覺得我聽他說話 我問一下 另一個方法 問一下 大家覺不覺得 周圍的人聽你說話 他們會不會回應你說的話 你的感受 他明白嗎 他有沒有興趣 你發現很少人有興趣的 好了 回到我們 我們又明白了多少呢 我們會嘗試明白多少呢 是不是 譬如周圍的人 很快去他說什麼 你就立刻叫他怎麼做 這就是我們需要學習的東西 就是怎樣聆聽的時候 聽到一些他內心世界 他的困難而回應他 就算我們很不認同 譬如有一天 你真的遇見一個恐怖分子 那個恐怖分子不是在害你 不過他一直在說他的事 我能否認同這個恐怖分子 他裡面的不開心 他的不滿 我們認同他 他也覺得 我們這些恐怖分子 我都沒有那麼感受我的感覺 你怎麼感受我的感覺 可能有機會改變他 這就是一個 跟人相處和影響人的方法 譬如這個 男人罵的女人 我們感受 其實兩個人都有他的痛苦 感受 這個人會覺得受傷害 無奈 受壓迫 這些就是他的感受 其實也有更多 有更加深層次的 我們稍後會講一講 這個人 卡考夫 將同理心分為五個層次 第一個層次是甚麼 甚少反映受輔導者的感受和情況 很少的 沒有甚麼反映的 第二個層次 更慘 是錯誤地說出對方的感受 對方也沒有生氣 他就說他生氣 對方也沒有不開心 他就說他不開心 那有時候 我不知道你有否試過這種情況 可以看到的 第二就是他說錯了 第三是甚麼 能夠說出他的感受 這個就能夠說得出 第四是 能夠觀察到這個受輔導者沒有說出來的感受 這個就是深層次 他背後 他沒有說出來的 他沒有說出來的 例如對方說他的孤單 他背後可能 他不僅僅是孤單 他覺得自己是 對自己失望 他是沒有用的 沒有人喜歡他的 他是失敗者 他是沒有盼望的 他可能很多很多這些 而背後是甚麼呢 是對他整個人的 那個價值的 的失望 即是覺得 沒有人會喜歡我的 我是沒有用的 我不知道大家當中 有多少人會覺得自己 都沒有人喜歡我的 我很難和人有好的關係 我是沒有甚麼用的 那麼 你自己會感受一下你的感覺 那你就想像了 別人沒有說出來 但是他有很多問題 我們就想像 其實他都可能會覺得自己沒有甚麼用 自己都是被人不要的 即是遺棄的 那麼這個就是 留意到他背後 隱藏的 他這些的感覺 那麼這就是一個深層次的同理心 那麼第五呢 就能夠感受到他的深層感受 然後能夠適切地回應 讓他感受到被關懷 我們看看這五種是甚麼 第一種就是沒有甚麼反應 第二種是反應錯誤 第三種是說得出他的感受 第四呢 說得出感受 即是他表達出的那些感受 譬如他生氣 他明明生氣 那你說得出他生氣 那麼這個其實是不難的 即是看得到的 看到他生氣 看到他很煩 看到他 那麼第四呢 就是不單止看到他表面 是看到他背後 隱藏的 尤其對於他個人的價值的看法 可能他對於他背後 他自己的價值都是一個 就是覺得自己沒甚麼用的 那麼 由我們自己可以反思的 譬如大家 在你成長的過程和現在 你會不會有時覺得自己真的沒甚麼用 不行啊 又失敗啊 就算我也會有這些意念 不過我的問題是我要處理 我不是說我沒有 我會有時說 很難搞啊 到底那些人是否接受我的教導 是否真的改變呢 做的是不是有用呢 有時我都會有這些疑問走出來 但是我又會去說服自己 我真的有幫到一些人改變 神是使用我的 我不用揹著這個擔子的 即是人總會有這樣的重擔 我們有的時候 人家也會有的 即是我們會對自己失望 人家也會有 所以由推己及人 即是我們自己有這些感覺 我們就想到人家也有這些感覺 我們就學會去 當你見到一個人這麼慘的時候 你就會想到 這個人其實也可能對自己很失望 所以我們今天分享的時候 就會嘗試一下去問一下對方 你是否會有這些的感覺 不要假設 別說人家說一些困難 你說那你是不是覺得自己很沒用 那他又不是覺得自己沒用 我們說出來的時候 他覺得很受傷 你覺得我低到那麼低 好像沒用一樣 雖然他可能有這個感覺 但是他可能不喜歡聽到的 而第五就是能夠感受 他的深層感受之後 亦都能夠適切地回應他 好了 那怎樣反映對方的感受 和表達同理心呢 有什麼方法呢 首先我們要明白這六種的感覺 希望大家記得 用英文比較容易的 我用英文說一次 Glad Sad Made Afraid Ashamed Guilty Hurt Guilty 我加上了 因為 Ashamed 有時也會是guilty 有時是內疚 那就是開心 Sad 憂愁 全部都有一個D 1、2、3、5 都有一個D 開心、憂愁、憂怒、生氣、害怕、羞愧、內疚 以及受傷害 這些都是常有的情緒類別 我們就去想想這個人有什麼感覺 感覺和思想不同 例如有時你問一個人有什麼感覺 他會回答你 我覺得他不適合 這個是Sinking 對不適合是Sinking 應該怎樣做 是不是Sinking 應該怎樣做是Sinking 不喜歡是感覺 激氣是感覺 失望是感覺 氣餒是感覺 興奮是感覺 即是一種在裡面湧出來的一種的感受 當人一痛苦時 不要立即回應我 第一,不要立即教導他 你祈禱神就會幫你 你交託給神 就不會煩惱 擔心令你更痛苦 很多人都有這樣做 很多人都會說 你祈禱吧 你依靠神吧 你沒事的了 這個我們可以告訴他 不過不是立即開始說 由他一煩惱的時候 我們不是立即告訴他 怎麼做 指責 你又沒有祈禱 你又沒有聽話 你又跟別人不好 你就指責 吩咐 你快點祈禱 你快點悔改 快點聽神話 另外一種是提議補救方法 你快點去吃一些健康的東西 你不要想太多 祈禱 開始祈禱 這些都是一些痛苦的時候 不要馬上 不是說不可以回應 而是不要馬上 不過指責是要避免的 當然在痛苦的時候 可以這樣回應 接納他 你當然很辛苦 不開心 煩惱 他令你很擔心 很不開心 感受 我感受你的煩惱 你的不開心 我看到你傷心 我也覺得傷心 這就是自己的感受 由詢問就了解他 了解一下他的事實是怎樣 他的心情是怎樣 亦有時想他反思的問題 就是你想不想處理 有沒有嘗試處理 這是我們上次也說過的 好了 這是今次才說的 一些反映對方的感受 和表達同理心的方法 大家要記住 因為待會會練習的 第一 就是反映對方的身體語言 例如我看到你有點緊張 是不是 是不是 我捲了你 好像有點眼淚 是不是你不開心 有甚麼令你不開心 你留意到他的身體有些東西 例如說 你好像很猛 是不是很猛 是不是很激氣 不過已經看到他很激氣 你可以說 我看到你也覺得你很激氣 你可以這樣根據你所看到的 就說出他的身體語言 然後回應他 不過這個回應 不要令他覺得不舒服 你很緊啊 他就說 糟了 我這麼緊讓你看到 他就會覺得很醜怪 我們用一個柔和的方法 所以我們說話也要想一想 怎麼說他不會那麼不舒服呢 你是不是有點緊張 是不是有點不開心 就是用這種方法 比較柔和的 好了 第二 就是反映對方的深層感受 就像上面第四和第五層次 就是說 這件事發生 有沒有令到你對自己有些質疑 令到你自己覺得很失敗 很難搞 很不開心 對於婚姻也有失望 這就是深層次的 就不是他表面 因為他未必一開始就說他對自己失望 我們就去了解他是不是有這件事了 第三 有時我們需要說出他有矛盾的地方 比如這樣 他說我沒事了 我沒事了 不過一說到他他就很懶惰 我們就用一個方法說 我發覺你一說他就很懶惰 到底你現在對他有沒有懶惰 有沒有激氣 這樣他就了解了 但你就不要這樣說 你不要說 你又說不懶惰 但實際你懶惰 那你是不是哪一種 你這樣說 他就即是你刺穿他了 但你就可以說 我發覺你也有點懶惰 是不是你也想到他 他也會有時有點懶惰 這樣的方法就柔和一點 就是說 說話總是想一想 先說 不要想著用一個強硬的方法 他會聽 第四 用圖像 就好像說 你會不會覺得自己好像要找一個龍 是否全身都沒有力 是否覺得 好像在一個困境走不出來 即是用一些圖像 好像前路茫茫 好像在一個沙漠那裡 都不知道哪裡有幫助 即是這些圖像 因為人有時是這樣的 當他有一個圖像 他又會想得實際一些 然後用比喻 你是不是覺得在人群之中 覺得自己好像離群的人 即是一個比喻 好像迷路了的小孩 或者你覺不覺得自己好像 好像經常被人丟下那一個 沒有人要你 好像那些迷失了路的小孩 即是用一個比喻的方法 第六 就是分享自己類似的經歷和感受 就是 自己有的類似的經歷 但是就少許就可以了 不用說得很長篇 比如說了很多故事 他可能不想聽那麼多 我不是聽你說的東西 我是關心我的東西 我現在不開心 那你說 我都試過這麼不開心 我試過這樣睡不著覺 我心靠著 那就停了 或者少許說 我都因為人傷害我 心很不舒服 那就停了 又不用說 他就這樣 他那天就這樣跟我說話 還出賣我 又走到我老闆那裡說話 又走到我家人那裡說話 又在起我底 又這樣 又那樣 他一直說 哎呀 你現在在掃苦 現在在說你的問題 我們不用說那麼多 我都試過被人出賣過 很不開心 我都試過這件事 說出我們的感心 這些全都是在你的手機上有的 如果你是 即是剛剛才進入我們的群組 你應該告訴我 我們可以傳給你的 第七 表達自己身體的反應 我們的身體反應 譬如說 我聽到你說 我也有傷心 我也有不開心 我看到你的情況 我也有點緊張 啊 怎麼辦 即是說出我們的反應 那這件事 有些人是不認同的 因為覺得 你說到自己 好像自己也很軟弱 但這就是人性 我們人是會有感情的反應 感情反應不代表軟弱 只是說 我聽到你說的那麼傷心 我也有些傷心 我也有些被影響 有些不開心 他覺得你跟他都接近 其實我們人人都有 問題是我們有沒有處理 但有些人想包裝 我沒有這種感覺 我沒有的 我覺得人人都對我好 我好開心的 其實沒有的 這世上沒有人是這樣的 就算他是大有錢人 最有錢的人 他都會發現一些人是利用他的 他會失望的 他會 你說甚麼 對 有些是想貪他的錢 總之 就算有錢的人 都一樣他會失望 他會對他的子女失望 他可能對他悔悠失望 好了 人也有時候有些 沒有說出來的可能感受 可能 我們不要當一定是 譬如丈夫不說話 自己就傷心或者憤怒 這是直接的反應 沒有說出來的可能感受 孤單感 有老公好像沒有老公 很孤單 失敗 自己一個很失敗的太太 被遺棄 被他丟下了不要 絕望 沒有盼望 羞愧很醜怪 別人的太太 老公對他這麼好 我自己 老公對我不好 真的很醜怪 憎恨 憎恨丈夫 有些會憎恨女人 為甚麼丈夫對你這麼好 我討厭你 因為你的丈夫對你這麼好 有時人會這樣 自己得不到 又會討厭那些有的人 有那樣的人 好了 第二樣 自己不能夠管理情緒 就覺得憂鬱 這是表面的感受 我可能覺得自己很失敗 就是處理情緒都不行 無助 整個人好像無助 很痛苦 自卑 人人都處理到 都是我處理不到 有問題的人是會這樣覺得的 他覺得 個個都行 是我不行的 他覺得自己是另類 是我不行的 而且無能感受 我真的無能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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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處理情緒都搞不定 如何做到大事 絕望 沒有盼望 另外 男人覺得太太很囉唆 覺得很煩 這是她第一個直接感覺 背後感覺 可能無助 我這樣的太太 每天都煩我 我真的很辛苦 都沒有出路 會低沉 會失敗 亦都可以有其他 憤怒 我太太會這樣對我 或者生氣自己 最壞的時候 我娶了她 我不娶她 就沒事了 其實一個人的感覺 是可以很多方面的 對神也會 對神失望 有些人會對神憎恨 那些人 基督徒你幫那麼多 是我又不幫 有時候沒有怪 找到自己 其實我們自己 有沒有先求神的國 跟祂的義 有沒有愛神 有些人沒有 但祂又希望神 甚麼都給祂 大家都聽過這些故事 那些人沒有甚麼找神 但一旦有災難 神呀 為何有那麼多災難 那麼多問題 就沒有想到 其實這些災難 都是人造成的 因為人不聽神的話 他有安全感 因為他 神都不幫他 他覺得不神幫他 於是沒有安全感 沒有力 絕望 放棄 想放棄 因為他整個世界都沒有用 於是 對甚麼都是絕望的 這些沒有說出來的感受 大家可以發掘一下 自己沒有說出來的感受 有時有些甚麼背後的感受 好了 這裏就是練習了 我現在說一說 接下來做甚麼 就是我們接下來做的 在以下的情況 你有甚麼可能的深層感受 我先看看 我先看看 這是現在馬上練習的 這裏練習是甚麼呢 他的身體語言是甚麼呢 有甚麼可能深層的感受 有甚麼可能矛盾的感受 和思想 有甚麼圖像或比喻來形容他 和表達我們自己的身體反應 即是這五樣 我們分組時也會做這幾樣 即是他本身會有甚麼身體語言呢 有甚麼可能的深層的感受 有沒有矛盾的感受 或者思想 有甚麼圖像和比喻 可以形容他 自己有甚麼身體反應 好了 這個圖畫 這個圖畫就是 兩夫妻吵架 或者丈夫罵太太 太太很煩 很低沉 小孩又厭惡 在這樣的情況 你可否想像 這三個人的身體語言是怎樣 那個男的會怎樣 很緊 很猛 聲音很大 頸部的血管出來了 臉紅了 他很不明白 為甚麼你會這樣 為甚麼你會做這些事 或者要求他怎樣 這個男的就會有這樣的情況 女的會怎樣 臉可能沒有甚麼顏色 即是沒有甚麼面色 黑或者灰白 或者人都好像沒有力 那樣 有些 那種表情 眼神的眼睛 是看低的 眼睛睛的 小孩又怎樣 一種可能性就是 厭煩 厭煩 真是 憎惡他們 經常都是吵架 另一種可能性 唉 真是沒有希望 真是很慘 唉 家裡經常都是這樣 這些可能有的身體語言 那有些甚麼深層感受呢 她的丈夫可能覺得絕望 我和太太溝通 永遠溝通不了 她永遠都不做 我想她做的事 我很絕望 很生氣 很討厭她 可能她的深層 那太太又怎樣 覺得 她又不明白我 她又經常給我壓力 所以自己覺得很大的壓力 亦都覺得失敗 覺得是不開心 會怨恨 當我們這樣想的時候 事實上有很多很多可能性 我們小朋友就覺得 唉 別人家的家庭就好 我真是慘 我真是沒有幸福 於是覺得自己很不幸福 很不開心 很覺得對自己失望 覺得沒有盼望 或者放棄了 有一種放棄的感覺 不想讀書 不想什麼 這樣的仇 是不是跟上次有些多了 上次我們沒有說那麼多 這次就說多一點 即是當我們去想 他的深層感受的時候 可能有更多 那有些什麼形容呢 那個男人 不過你跟那個男人說 我們如果輔導 譬如三個人都輔導 我們不可以這樣跟那個男人說 你真是壞 你看你發怒 罵老婆 罵了兒子不喜歡 全家都拆散了 那你就輔導不了 他直接說 我走了 我免得跟你說話 我們都要明白 他都有他的苦 不要以為那個男人一定是錯了 他又覺得他跟太太說話 說了他又沒有聽他說 又沒有做他要求的事 覺得很難溝通 他可能有他的問題 所以我們都要看出他 如果他說 我跟太太溝通 好像硬是搞不定的 那我們可以用什麼圖像 或者比喻來形容 我們可以說 譬如說 你有沒有覺得 做也做不到 好像家庭關係 你怎樣做也做不到 很絕望 沒有盼望 就是找方法形容他出來 那我太太呢 其實這些在輔導的時候 一定在乎你是單獨對一個人 還是在一起的 在一起的時候 我們就不 就是我們盡量不是去 說一個人的感受的時候 傷害另一個 而是我會怎樣 我有時候夫妻輔導 我就會說 我就說 男性有時候比較難表達 比較難溝通 比較難聆聽 於是就會覺得 很辛苦 你會覺得辛苦 那太太又很想溝通 又會失望 我兩個都說出 我說兩個都辛苦 我兩個都想幫 我都知道你辛苦 是有方法的 我兩個都給盼望 我不會說 跟一男人說 是呀 太太這麼壞 令到你有時候不想結婚 就是想離婚 就不會這樣說 說話就加強怨恨 而是我說出他的感受 而沒有判斷錯或是對 但我在輔導引導的過程 我會問他 你覺得那些事做得對嗎 好 我們只用這個圖 為甚麼呢 因為如果我每個圖都這樣 走通 就會有很多時間 所以我們不詳細說了 就只是看看練習 做甚麼 我們分成小組 今天會有三個小組 我和太太和Rachel 有三個小組 Rachel可以數定 多少人 我們分成多少組 好了 就有一個人自願分享 分享 你們的組 未必有這麼多人 那些回應就 譬如輪了 又回頭就可以了 有時候那個人說不到 就第二個說 沒有勤迫性 不像一定要說的 其中一個人分享 A 假設A 分享對自己有影響的負面經歷 不用一定要有很大的事 可以小事都可以 你喜歡說甚麼就說甚麼 第二個人 將這個事實再說出來 目的只是想聆聽清楚 他講過甚麼細節 盡量說完他所有的細節 所以大家不知道誰做這個 所以大家都預備好 每個人都聽過他講過甚麼 第三 第三個人說出A的身體語言 可能有的深層感受和矛盾感受 這些一起說 身體語言他講的時候 有些懶惰 有些不開心 有個眼神看在地上 你留意他的眼神 這個你 到父老的時候 你的判斷是說甚麼 你不要說 你一直說話 你的眼睹睹 頭濕濕 頭濕濕 不是 頭濕濕 眼濕濕 他聽到 就未必覺得他喜歡 我可以這樣說 我都覺得你 說的時候 好像有點不開心 你好像 眼睹都是看著地下 讓他知道你留意到這件事 他可能會說 對 我想這些事 我就不開心了 所以我都沒有心機看人 他講出他的身體語言 和可能有的深層感受和矛盾感受 因為這些比較多 所以一個人說不完 另一個人可以補充 在你的手機裡有的 如果你是未有的 你告訴我 我們傳給你 第四 第四個人 就用圖像或比喻來形容他的感受 詢問他是不是這樣 是不是有些覺得好像困籠 好像在一個籠裡 好像在一個沙漠 好像迷失了路 好像沒有了披望 前路茫茫 好像周圍都黑漫漫 第二 五個人 一表達他自己 聽到A形容他的情況的時候 他自己的身體感受 我聽你說完 我的心都覺得很矮 很有重淡 很不開心 這就是同理心 我同理感受到你的辛苦 第六個人 就詢問A 有些可能還未說的事實 還有他有的感受 去了解是不是這樣的情況 反思的問題 你想不想處理呢 後面那個反思 你去不到那個位置不要緊 因為這個是開始預備處理的 你想不想處理 你有沒有嘗試過處理 這個可能是下一步的 但是你會了解更多他的事實 還有一些他的感受 第七 由第七個人回應他的感受 這是最後一個回應的感受 由第八 本來分享經歷的人 就是分享他聽到各人回應他的時候 他的感受 所有人討論各人學到甚麼 最後分享的人 他就說 我聽你這樣說完 我覺得你們真的聽到我的感覺 不過或者有時候 好像我說的感覺 好像沒有人留意到 這樣可以回應 或者我覺得被安慰 你們都關心我 這種感覺 還有各人都討論一下 有些甚麼學到 中文言 高達 雙方 師父 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